虽然迟到 但并未缺席 第35届伊尔国际时装摄影时尚配饰艺术节 于10月15日至18日 在法国南部伊尔的诺阿耶别墅举办 用行动支持在困境中坚持创作的年轻人 这场线下实体展因举办不易 所以与往界有很大不同 但仍带来诸多感动和惊喜 可是最好的一場的支持 此次的 festival我们这个表现 我们发生了三服务赛作品 但我们很重要的地衡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收入 男成员争亚和华罕 最非常重要的选择 所以我们会得忘记 在好几位的专门 美方施和保持 我们要示范 生活继续 我们想要 祝福他们 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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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 我已经有了 最终的机会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与一些 最终的 才能的 人们 由众多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 叶尔时尚艺术节的评审团 路易卫创意总监 Jonathan Anderson 时尚摄影师 Paolo Riversi 以及香奈尔旗下 Lessage刺绣工坊创意总监 Uberch Bachair 分别担任时装 摄影 时尚配饰 三大单元评审团主席 三位的个人作品 也在诺阿耶别墅展出 活动期间 入围选手 去对评审团陈述作品 并向众多来宾 以展览和走秀的方式 呈现作品 他们展现了年轻一代 对世界的思考 用可持续的方式 推动着时尚界的未来 我们看到 工作人员 在另一方面 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 新的想法 对未来 发展 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能够看到 什么新年轻人 发展 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聆听 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 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能够看到 他们的新年轻人 他们都能够看到 他们的认为 他们在设计 他们非常高 在这方面 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发展 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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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年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今年时装、摄影、时尚配饰 三大单元的评审团大将分别由 Dohan van der Bucht,徐冠宇 以及Didu et GBI,RUANA et GBI兄妹展获 此外还搬出多项大将 持续为时尚界挖掘、扶持 和培养年轻设计和创意人才 我感觉这个年纪是一刻 在哪里有没有更重要的 能够听到年轻人 听到年轻人的想法 我希望这个地方,La Villa Noaille 继续仍然会变成 他从所有的学院中л继续 它还要继续,因为我们的 把某和和高质的缴 也要有缓 需要的键制作业和选手 在其中一家人的创意 加上一个人的心脏 一家人的創作举手 和一家人的责任 最重要的,但这一家人的货图 要尊重游冊 tech知男年 反正的中心 leur尊重游 falando moاش 諸儿 ón 最 Asian